请听小说仙逆第1901章 雷 雷天地至极之危 没有之一 而是唯一 雷为天危 浩瀚九天之上 偶尔落于凡尘 也要传出那惊天动地的轰鸣 那轰轰巨响如同天怒一般 亡灵的雷本源起源于半条太古雷龙 那半条太古雷龙为天地行使雷霆之权利 使天地雷霆于世间的化身 以这半条太古雷龙为根本 亡灵拥有了本源的萌芽 此后一路在吸收了那闪雷族的不灭雷霆后 其本源攀升到了距离巅峰大城 只有一步之遥 这一步不好迈过 但是亡灵另辟蹊径 自身凝聚伴随之类 更是以雷蛙之魂 以自身寂静之雷全部凝聚在一起 使得其雷霆本源在那一刻 无限的接近于大城 此后在这仙纲大陆上 在一百多年前的歇庙内 那拥有不同的雷本源的盗魔宗宗主 不惜一切代价 全力散开雷霆之力融入亡灵体内 更是吞下了两颗雷地珠 以这种种的一切为积累 方使得亡灵体内的雷霆本源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 凝聚出了真身 成为了雷霆本源之体 此雷霆真身存在意志 只不过这意志大都是属于亡灵 是他的意志在内 就连亡灵自己也未料到 他无意中的一次举动 竟然使得这雷霆本源真身 出现了惊天的变化 杀戮本源是特殊本源的一种 此本源之力本是无形 它是由无边无际的杀戮组成的 而且并非胡乱去杀 而是带着某种信念去完成滔天杀戮后 方可形成的特殊本源之一 这种杀戮本源蕴含了无法形容的煞气 这种煞气足以改变天地运转 超出寻常本源不少 威力极其强悍 当年清水一到杀戮本源 就可以奋战修为比之高深者 由此可见一斑 这杀戮本源在亡灵身上 使用的时候并不多 大部分的时候呢 都是成为其气势的辅助品 但是如今 在融入雷霆本源真身的刹那 却是骤然改变 这种改变不但是亡灵想象不到 这天地间无数万年来 罕见这样的事情 雷与杀戮的融合形成了杀戮之雷 此雷凌驾于九天之上 毁灭众生一般 最重要的是 这样的杀戮之雷拥有使命 从它出现到结束 这一生的时间就是其使命完成的过程 古老的传说当中 有天一怒以雷灭世的传闻 传闻中雷最早的时候 就是惩罚众生毁灭一切生灵的作用 唯有在灭世之时才会出现这样的杀戮之雷 亡灵的雷霆真身与这杀戮本源融合后 因那杀戮本源存在的根源 需要有信念的杀戮 融合之中无形的改变着雷霆 使得融合中赫然诞生了一道 本不该出现 或者说根本就不可能被修饰掌握的 天怒杀戮雷 亡灵呆呆的望着身前的雷霆本源真身 这真身四周肉眼看不到一丝一毫的雷霆闪电 但在他的身世当中却是清晰的感受到 在这真身的体内体外 有一道极为可怕的雷霆之力 在缓缓地运转 这一道雷霆拥有让亡灵头皮发麻的力量 一旦脱离了真身的牵引扩散开来 其威力将会惊天灭世 深深地咽下一口唾沫 亡灵倒吸口气 他隐隐猜到了自己的无意的举动 似凝聚出了一道极为恐怖的雷霆 这雷霆一旦散开 就连他自己也会被毁灭 这种感觉极为强烈 强烈到让亡灵有种立刻停止融合的冲动 他有种心计之意 似这雷霆啊 他就不该出现在这天地间 一或者说还远远没有到他出现的时候 那雷霆环绕真身四周 缓缓地转动间 发出轻微的啪啪之声 这声音在寂静的蝎庙内格外的清晰 让亡灵眼中瞳孔收缩 似这雷霆在融合当中出现了不稳的迹象 更是散发出了一丝气息 刹那间就从这蝎庙内扩散 直接笼罩整个绿魔洲 绿魔洲内所有生灵均都心神一产 有了一种仿若要毁灭的错觉 只不过这一丝气息刚刚散出绿魔洲 就立刻消失 一切都是刹那间发生的 快得无法想象 更没有引起任何一个大天尊的注意 一旦此雷爆开 这绿魔洲 亡灵很少有恐惧的时候 但是这一次 他却是被自己亲手制造出来的 这一道雷霆给恐惧了 就在这杀戮雷霆不稳的刹那 亡灵的雷霆本源真身 与那禁制本源开始了融合 禁制本源是法则是规则 在融合当中似化作了一层大网 笼罩在了雷霆本源真身上 雷霆有规则有法则 但是这规则与法则却是天地赋予 但此刻 因这雷霆真身内 拥有了亡灵的意志 再加上这禁制本源的存在 使得亡灵的这具雷霆真身 骤然间再没有了任何天地的笼罩 而是彻彻底底的改变了 这种改变的结果 便是这雷霆拥有了属于 亡灵的规则与法则 与那杀戮之雷似中和一般 将其完美地限制在了这真身内 慢慢地那不稳的迹象 也有了缓和 这短短的时间内 亡灵的额头已然密出了汗水 他看着身前的这本源真身 如同做梦一般 分身的样子 与之前没有丝毫的变化 平静地站在那里 但在亡灵看去却是翻天覆地一般 极为不同 这真身丝毫看不出有雷霆的痕迹 身体内外有融合的禁制本源 层层弥漫 包裹在这真身体内最深处 那一道灭视杀戮雷霆 或者 并非是毁灭一周 亡灵盯着自己的本源真身沉默下来 在他的沉默中 随着这一句真身的融合 他的身体内内 已经达到空悬中气的修为 自行运转 轰然爆发出来 形成了一股风暴 弥漫在他的身体外 化作漩涡急速的转动 每一次的转动 亡灵的修为气息 都会大量的攀升 不但要吸扯四周的天地之力 更是吸收其体内的积累的 本属于绿魔蝎的力量 在这股力量作为养分的情况下 亡灵白发如狂风吹过 飘动间 其体内发出轰轰巨响 沉思的双目内 光芒万丈而起 秀为不断地攀升攀升 再攀升 直至达到了巅峰之后 其心神内传来轰鸣巨响 他的秀为漠然间 从空悬中气直接冲开 进入到了空悬后期的境界 空悬后期 亡灵双目的沉思 在这一刻消散 取而代之的 则是一片果断的坚定 这杀戮雷霆的出现超出了他的想象 他阴阴感觉在这雷霆出现的一刹那 心惊肉跳 这种心惊 小部分来自于这雷霆本身 但是绝大部分 却是因此雷的出现 繁衍出的一些变化 这种变化 没有任何人可以感应到 即便是大天尊也不行 唯有亡灵 因为此雷是他创造的 因此雷霆本源拥有他的意志与法则 所以他不再去思考此事 亡灵目光在其修为达到空悬后期时 看向了最后的三道 虚致本源 生死 因果 真假 这三道虚致本源 一旦融合为一体 则亡灵九道本源顿时乘三 其修为将会再次暴增 从这空悬后期直接冲到了空悬圆满 去经历那九次悬节 一旦他突破了九次悬节 便可以踏入大尊之列 成为空节修士 以他的战力 若修为到了空节初期 则足以占空节大圆满 甚至可以成为这天地间 大天尊下第一人 或者说成为半个大天尊 这样的修为 这样的实力 足以让他在这仙纲大陆内 再无任何地方不可去 再无任何人可以随意算计 柔宁 因为他亡灵 将是这仙纲大陆 第十强 在亡灵于这绿魔舟邪庙内 九道本源三三归一之二后 正望着那剩下的三道虚致本源时 在这绿魔舟外 在这整个东舟外 在这整个仙族外 在这个仙纲大陆外 若把这个仙纲大陆比喻成天 则天外 还有一片如星空般的虚无 这片虚无当中距离仙纲大陆极为遥远的地方 有一片虚无的大陆 这一片大陆无法与仙纲比较 只有不到十分之一的大小 其上没有任何生命的迹象 一片死寂 在那死寂当中 可以看到大陆上 弥漫了一处处死亡的废墟 仿如很多年前 这里曾有大量的生灵 但却一劫之中 全部死亡 在这一片大陆的正中央 有一座极为磅礴的废墟城 其内树立着一个巨大的雕像 这雕像是一个女子 但此刻却是坍塌了 大半只剩下了半尖身子 在其上 盘膝坐着一个中年男子 这男子相貌寻常 但却有一头触目惊心的长发 赫然有近百丈之长 顺着那坍塌了大半的雕像 一直垂着 就在亡灵雷霆本源 真身与那杀戮本源融合后 诞生了那杀戮 灭世之雷的一瞬间 这中年男子 死从无数万年的沉睡中 慢慢地睁开了双眼 其双目内没有瞳孔 只有一片死寂的虚无 他抬起头望着远处 双目内渐渐有了金光 一闪而过 《仙逆》第1902章 楼台观玄节 我提前一亮节苏醒 那中年男子看着远处许久之后 男男子雨 半晌 他低下头 目光从这片废墟扫过 散开神石 其神石之强 在刚一散开的刹那 顿时笼罩了 这整个废墟大陆的 每一寸涂地 他隐隐记得 在很久很久之前 自己来到了这里 将这里全部毁灭 杀死了所有的生年后 吸收此地死气 沉浸在闭关之中 按照他的计算 他应该是在五亮节后苏醒 但此刻 却是提前了一亮节的时间 是那个方向 传来了深入我灵魂的悸动 使得我提前俗醒 那是同类的气息 莫非有同类诞生不成 这男子沉默 他悠久的记忆中 隐隐对那个传来 这气息的方向 有一些模糊的思绪 那里应该是守护者一脉所在 这中年男子 思索了片刻后 缓缓地站起身子 在其起身的刹那 他的身上 立刻就有一片幽光闪烁 化作了一件黑色的长袍 那长袍笼罩了其面孔 只有那惊人的长发 以一种特殊的方式 穿透了长袍 深深地垂下 他身子一晃向着天空走去 其身后那一头长发飘舞 远远一看如一条黑龙 而且随着此人渐渐升空 隐隐地在他的身体外 真的有一条黑色的龙虚影 缭绕而出 仿佛这男子化作了一条惊天黑龙 直奔天空尽头 呼啸而去 他前行的方向 正是距离这里极为遥远的仙冈大陆 以他的速度去往仙冈大陆 也需要数百年之久 这黑龙男子暂且不提 在这仙冈大陆 仙族绿摩州内 奇妙深处 王林望着身前那三道虚本源 双手抬起掐绝之下 向前默然一指 这一指当中啊 那三道虚之本源 立刻相互凝聚在一起 缓缓地融合起来 这三道本源 并非是王林平外力获得的 而是从其体内 从其意境中自行诞生 三道本源 于第一次化繁中诞生萌芽 于第二次化繁凝聚 在第三次化繁中大成 生死因果真假 相互对应 相互变化 在王林的面前 慢慢地融合着 在那生死当中 王林看到了朱雀星 看到了大牛三代人 在那因果当中 王林看到了柳梅 看到了王平 看到了自己身为父亲的姨木木 在那真假当中 他看到了苏道 看到了六十年的一梦 看到了那许多熟悉的事情 与面孔 这三道虚之本源 对于王林来说 已然不是本源 而是他一生坎坷命运 一生逆天之行 我已生死意境离凡 以因果意境明道 以真假意境感悟 生死中 我迷茫思绪出了因果 在那因果内 不断地印证我的道 最终化作真假 在那真假中 找出道之所在 这生死之后是因果 因果之后是真假 真假之后便是入道 三种虚本源的融合不难 他们因我而生 因我而宁 因我荣为道 王林喃喃当中 右手抬起在身前一挥 这一挥间立刻 其身前那三种虚本源 立刻骤然快速地旋转起来 彼此大量地融合 在这融合当中 王林睁睁地望着那本源 他在里面看到了 从出生的一刻 直至如今 自己的一生 他看到了自己 跪拜在父母坟前 泪流嘶吼的一幕 他看到了自己 抱着李木碗的身体 仰天怒吼中 李木碗的眼角 在壁上的刹那流下眼泪 落在了地面上 他依稀依思看到了 又一年后 那眼泪落在大地上 开出了一朵梦的花 他看到了 在得知柳梅游子后 看着那怨气冲天的孩子 他心死至痛 喷出的那一口鲜血 他看到了李倩梅 在自己所画石像上 那十年的血抹之泪 还有那事后陌生人的 一个个 你可知道 我的一生 汪灵轻叹 他的容颜 死在这三种 虚枝本源的融合中 有了沧桑 时间流逝 在汪灵这目不转睛 数着自己的记忆中 那三道虚枝本源 无声无息间 完全地融合在了一起 三道本源的融合 归一之后 形成了一缕 充满了汪灵记忆的丝线 形成一个环形 飘向汪灵 印在了他的额头 在这环形烙印的刹那 汪灵眼中的追忆 骤然消散 取而代之的 则是一片金光 在这金光中 汪灵体内的修为气息 再次暴增下来 他的修为 如今已然到了空旋后期 此刻暴增之下 他体内积累的 属于绿摩蝎的天地之力 被他全部吸收殆尽 甚至就连那绿摩蝎 分魂夺舍失败后 被亡灵吞噬的那大半魂体 也在这一刻疯狂的 被亡灵暴增的元神 急速吸收起来 但仅仅是这些 还是不够 这些天地之力 也仅仅只能让亡灵的修为 在这轰然攀升中 无限的接近空旋圆满 但却无法突破 无法去迈入玄节之境 去面对那九次玄节降临 他还需要更多的天地之力 双目金光一闪 汪林布甲思索 睁开口猛的一息 这一息之下 这巨大的邪妙外 天地之力轰然涌入而来 就连那外围的雾气 也都被牵扯 化作了巨大的漩涡 形成了天地异象 在这绿魔舟内 不断的凝聚出来 这种变化顿时引起了 此刻绿魔舟上 所有存在之修的注意 绿魔舟与天牛舟的交战 如今已然到了尾声 在死亡了大量的修士后 如今在绿魔舟存在的修士 已然不多 但这不多的修士当中 却是绝大部分 都是修为高深之人 尤其是盗魔宗 在这一百多年的时间内 虽说死亡了不少宗门弟子 但依旧还是有近三成门人留下 不过那盗魔宗宗主 却是在一百多年前 就选择了闭关 这一百多年始终没有外出 此刻那绿魔舟中心的绿魔歇庙 出现了这样的变化 使得绿魔舟上各个宗派内 都有修士隐隐感受得到 凡是能感受到这人大都或知晓 或听说过绿魔复活的传闻 此刻只见这绿魔舟各个位置 由十多道长虹呼啸而起 直奔绿魔庙而去 到魔宗内 也有两道长虹飞出 赶往绿魔庙 去见证绿魔歇复活的一幕 那绿魔歇庙四周的天地 异象存在了数月的时间 这数月内 大量的天地之力 疯狂地向那里涌去 凡是来到这四周的 绿魔舟修士不敢靠近 而是在那观察当中 随着天地异象范围的扩大 而后退 如此多的天地之力 在这数月的凝聚中 全部都涌向那 歇庙深处的亡灵体内 被他急速地吸收 修为的气息 越加地强大起来 在这数月中不断地攀升 在这数月后的某一天 这股修为的气息 轰然爆发 亡灵的身体内 立刻有轰鸣回答 在那轰鸣当中 他的修为从空拳后击 直接攀升到了 空拳巅峰的圆满 这股修为的波动 隐藏在那卷洞的天地之力下 再加上四周的绿魔舟修士 不敢散开身世观察 生怕影响了绿魔蝎的复活 自己无法承受绿魔的怒火 故而直至如今 也无人察觉 在亡灵修为 攀升到了空拳巅峰的瞬间 亡灵睁开了双眼 急目内露出一片可怕的寒芒 右手抬起向前一挥 立刻那五行真身一晃 直接融入到了他的体内 在这五行真身融合的刹那 亡灵体内的修为再次增强数倍 紧接着他右手又是一挥 却见那恐怖的雷霆本源真身 迈步一跃 与亡灵的身体骤然重叠 在一声声啪啪雷霆闪电中 融入亡灵体内 成为了他身体的一部分 在这雷霆真身归体的瞬间 亡灵全身散发出惊天的气势 他感受到了自己的强大 此刻的他即便是不穿天牛魂铠 也可以与空节后期一战 这还是没有使用的杀戮雷霆的前提 一旦他不惜一切代价 使用了那恐怖的杀戮雷霆 其毁灭之力有多大 亡灵自己都不清楚 那雷霆使他无意中创造出来 他无法掌握 这种强大的感觉 让他整个人散发出一股强大的信念 这股信念无形当中改变了他的气质 可以使得所有再看到他之人 没等出手就要心神一震 站起身子 亡灵背着双手抬头看着上空 他的目光可以穿透着歇妙 看到其上的天幕 他的身世散开 稍微一动就可以弥漫整个歇妙 云一风三人已经不在 显然是在之前等的时间太久 不敢继续停留下去 离开了 这不重要 对于王林来说 那边云依然如过眼云烟一般 他现在要面对的是那九次玄解 若我王林能一举度过九次玄解 成为空节大尊 则图到魔宗满门上下 即便是空节后期修士 也一样行神俱灭 以报如此百年造化之恩 王林墓中寒光一闪 更是透出一股强大的信念之力 望着上空 王林在等 等那成为大尊的玄解来临 他从未见过玄解 但此刻的王林有足够的信心 去站在楼台上 看看那一场玄解的刹那芳华与美丽 古往今来 有资格面对玄解 有资格面对玄解者 无不胆战心惊 小心翼翼 即便是大天尊 在没有成为大天尊的这个时候 也大都如此 能如王林这样之人 罕见之计 玄解是空玄与空结之间的一次蜕变 它与天结不同 它并非只以雷为形态降临 而是一种特殊的方式 落在修士身上 形成了一次次的崩溃 玄解若渡过不去 则形神俱灭 故而很多空玄修士 对于玄解颇为忌惮 宁可永久的停留在空玄中 也不愿去面对 那让人心惊的九次玄解 如当年的蓝梦道尊 便是在空玄巅峰那里停留了很久 始终不曾去踏入玄解之中 一入玄解如同经历 九次生死 这样的事情 这样的勇气 不是每个人都拥有 绝大部分空结修士 度这玄解往往都是用数千年 甚至更久 去一次次的慢慢度过 他们没有把握可以一次性 去连续度过九次 故而每当自己感觉不妙之时 就会强行断开 不去寻那玄解的造化 玄解是结 但是也同样是造化 连续不断度过三次 原神可以暴增一倍 连续不断度过六次 可以暴增两倍 若是能够连续度过九次 则原神可以增加数倍 至于具体是多少 因能做到这一点 这古往进来只有两人 这两人全部都在日后成为了大天尊 他们不说无人知晓 只不过这里的艰难与凶险 由此可见一斑 传闻中 这两个大天尊 在当年度过这九次玄解后 纷纷重伤闭关了很久 即便是寻常修士 若能连续度过六次玄解 也可以立刻成为空结初期中的强者 抛去法宝不说 可以与空结中期巅峰一战 不落下方 只不过这样的造化 古往进来 还有人可以获得 连续度过九次 和用数千年累计度过九次 完全不一样 而且这玄解很是奇异 外人无法帮助 全靠自己 如内度青 尽管已经度过了数次 但却是分开去度 而且越来越艰难 很有可能一生止步 但也不是没有希望 毕竟他有一定的时间去准备 虽说这个时间不多 但总比一次性连续度过要容易不少 只是那越到后面 越是生死的考验 却是如同噩梦让人恐惧 而且一旦踏入玄解当中 时间到了后 即便是你不想去度 那玄解也会在想象不到的时间 突然降临成为死亡的召唤 在鲜钢大陆上 有人大致计算过 并非准确 但却有一定的代表 第一次玄解 有一成死亡的机会 随之增加之后 第九次玄解 有九成死亡的可能 那么连续推演下来 九次之中 能够一次次全部度过着 除了修为的强悍外 运气也占据了一定的程度 亡灵站在那蝎子建筑的深处 深色平静 脚步向前一步迈去 其身影一晃间离开了此地 出现在了那蝎子庙宇之上 踏在了那蝎子建筑 弯起指天的蝎尾部 一头白发飘动时的 亡灵此刻的身影 透出一股似要随风而去的飘逸 他望着天空 等待那玄解的到来 玄解 会是什么样的方式到来 我很期待 亡灵双眼露出明亮之盲 他如今有这个自信 去面对一切玄解 他体内修为运转 其速越来越快 使得其上散发出 空旋圆满巅峰的气息 这股气息不断的凝聚中 从亡灵身体内默然轰出 化作一股环绕于 他四周的风暴 直奔天空而去 在刹那间 就与天空似连接一样 形成了一道惊天风暴 这风暴出现的刹那 顿时形成了一股无形的压力 这股压力 轰鸣间以亡灵为中心 向着四周横扫而去 转眼之下 就笼罩了方圆数百里 而且还在疯狂的扩散 这数百里内 一切生灵 全部都要在这威压下后退 不被允许迈入其中半步 这就是玄解 一旦有修饰去度 则四周不会出现任何人 无法帮助 而且这威压的扩散 还在继续 转眼之间 就笼罩四周方圆数千里 更是接近了那 歇妙边缘远处 前来 观绿魔复活的 那十多个绿魔舟修士 这些修士此刻 一个个神色变化 起起后退 这种天地变化 他们甚至不需神识去看 就可以清晰地察觉到 这是有人在度玄解 玄解 这这里怎么可能会出现玄解 危案 莫非是绿魔大人复活后 修为跌落 故而要重新经历玄解 恢复吗 绿魔大人当年能够被先祖 亲身镇压 修为定然极为强悍 只不过被镇压了太久 修为或许真的跌落了不少啊 那十多个后退的绿魔舟修士 一个个神色露出了沉思 后退避开了威压 凝身看去 只不过他们的神石 在这威压中无法进入太深 看不到其内的究竟 在这威压扩散数千里的同时啊 中心地带内 歇妙尾部上 亡灵从容的站在那里 看着天空 他看到了这整个天空 突然出现了一片片雪花 这雪花白色从天空飘然而落 很快就遮盖了天 形成了一片纷乱之一 悠悠而下间弥漫了四周 雪 亡灵看去 这雪花越来越多 很快就占据了整个天地 愁了这数千里内 唯一飘动之物 落下中一片寒气扩散 笼罩四周间那雪花大量的落在地上 盖满了一层 在这雪出现的刹那 那数千里外的那绿魔舟十多个修士 纷纷眼中露出金光 他们感受到了一丝寒意 肉眼看到了那数千里内 飘散的雪花 这玄节第一节竟然是雪节 此节并不多见 玄节九次 前三次为外节 中三次为内节 最后三次为魂节 且看绿魔大人如何去度这个雪节吧 亡灵看着雪花神色如常 他没有立刻出手 而是如赏雪一般去看那一场风雪降 那雪花越来越密集 降临当中使得这里的寒气 也更深了起来 没过多久 突然这天地间的雪 漠然齐齐一顿 如同时间被静止了一样 凝固在了这天地之内 那数之不尽的雪花 在这一瞬间 仿若化作了一片片锋利至极的雪刃 从四面八方在阵阵突然出现的呼啸中 赫然齐齐直奔亡灵而来 那雪如刀骤然临近 这就是第一节吗 王灵摇头眼中露出失望 右手抬起 在那四周雪花呼啸而来的刹那 漠然一挥 这一挥之间 却见他的身体那顿五行真身漠然一散 在其身体有重叠虚影的瞬间 从王灵身体内一步走出 在那五行真身走出了一刻 王灵索性坐自然的巨大的歇尾上 白发垂下右手一翻肩 手中多出一个酒壶 那酒壶是他从天牛舟带来的 其内装着凡间的烈酒 放在嘴边喝下了一大口 他的身影透出一股 萧瑟 坐在那里 白发中喝着烈酒 其样子隐隐与那距离仙岗大陆极为遥远的那一片废墟中 曾坐在半截石像上的黑衣男子有了相似之处 孤独 瀟瑟 还有冷漠 五行真身一出 全身立刻散出滔天火海 那火海忽然爆发从五行真身内疯狂地扩散出来 形成了九十九条炎龙 这九十九条炎龙咆哮而起 向着四周急速冲去 与那来临的无数雪花在瞬息间碰触 一时之间热浪滔天 轰鸣不断 那雪花尽管锋利 尽管寒气逼人 但在亡灵这五行真身下依旧还是不行 大量的白气随着雪花的融化扩散 转眼就弥漫了四周 那九十九条炎龙在冲出当中 所有的雪花全部融合的刹那 这九十九条炎龙赫然凝聚在一起 形成了一条万丈火龙 带着火海带着热浪 这条火龙直奔天空而去 忽然间 其身影如同一把利剑冲入天幕内 焚烧了天空 在这焚烧当中 这玄节第一节的雪节 直接崩溃 太弱 亡灵喝下一口酒 摇头难难 天空燃烧当中 突然剧烈的晃动起来 似有狂风呼啸发出污液之声中 却见那天空上 突然出现了九道惊天风暴 那风暴 就是九道飓风 呼啸间在天空横扫 使得那火海不断的扩散 使得天空刹那中 只剩下了那九道飓风 一股极为强大的天地之力 从这九道飓风内散出 那风中的乌叶 如同天怒一般成为了这数千里内 唯一的声音 这乌叶的声音回荡中 却见那九道飓风 从天空直奔亡灵而来 带着一股疯狂的撕扯之力 似要把亡灵卷入其内 将其身体生生的撕裂开来 刹那中 第一道飓风骤然临近 五行真身没有动 冷冷地站在亡灵身后 看着那飓风在乌叶下直奔此地 于瞬间笼罩了亡灵的身体 那风包裹了亡灵疯狂的转动 引起了大量的撕扯之力 卷着亡灵的身体 散发出天地昏明之音 但在那风中 亡灵坐在那歇尾上 依旧是喝着酒 其衣衫吹打白发飘舞 但是其神色却是丝毫不变 他喝着酒 一口一口当中第二道 第三道第四道 直至第九道飓风轰轰而来 一一融入亡灵的身体外 当九道飓风全部融合在一起 形成了一个 包裹了大半个歇妙 与天地连接的风暴的一刹那 亡灵这才抬起头 哼 还是太弱 亡灵摇头 这玄结他不知道别人是如何度过的 但如今那雪结破不了其真身 这风结呢 更是破不了他的肉身之力 即便是这风结一直持续数百年 也无法撕开在如今的这具身体 他的肉身已经不是当年了 在那绿袍老者的改造下 已然极为强悍 更具备了无法想象的韧性 这种韧性与强度的融合 这种风结 无法撼动亡灵分毫 左手抬起 亡灵向着那环绕自身的飓风 默然一抓 这一抓间 他随意的向外一丝 轰鸣之声 不断的传开 在亡灵的撕扯当中 那飓风层层崩溃 轰轰巨向下 直接从第一层崩溃到了第九层 使得这九道飓风 直接爆开向着四周 如掀起狂风一般横扫 直直消散 风散 亡灵坐在那里喝着酒 他的五行真身站在身后 冷漠地看着天空 一动不动 天空一片阴暗 如同人阴沉的脸 渐渐地 一片节云 无形中弥漫出来 笼罩了天空缓缓地 如动中阵阵轰隆 雷霆之音 在这云层内回荡开来 更有一道道闪电游走 把这天地视而刹那照亮 数千里外的那十多个绿魔舟修士 他们目睹了雪风两节的崩溃 此刻鸭雀无声 雷霆之音越加的剧烈 那节云更是大量的出现 把天空完全的遮盖 沉甸甸地压了下来 集内的闪电更多 游走间 那轰鸣之音透出一股疯狂与暴虐 但这一切依旧无法让王林动动 他平静地喝着酒 抬头看了一眼天空的劫云与雷霆闪电 忽然笑了 雷 王林望着天空的劫云 看着那雷霆与闪电 再次摇头低声喝了口酒 在他摇头当中 那天空的云层内传出轰轰巨响 却见那劫云移动间 一道寺连接天地的雷霆 轰轰间直奔王林落下 这一道雷霆带着一股惊天之力 转眼间就临近 似要以雷轰杀王林一般 耳赶 王林猛地抬头发出一声低吼 他的吼声超过了雷霆的声音 压过了一切天地雷音 在这雷劫当中骤然而起 更是在这低吼声中 王林的身体内爆发出了一股雷霆意志 这股意志是天地雷霆之主 你眼看就要落下的巨大雷劫猛的一颤 竟然在距离王林只有摆杖时 立刻倒卷 似恐惧王林一样 在那倒卷当中 不但没有攻击王林 反而直奔天空劫云而去 自我雷霆大乘起 雷劫只有我失于人 王林左手抬起 向着那天空结云 默然一抓 这一抓之下 那云层轰然颤抖 其内闪电似发出了 无法承受的轰鸣 一道道闪电 从云层内飞出直奔王林而来 在王林的左手前 这无数闪电疯狂的凝聚 转眼间就化作了一个巨大的雷球 被王林左手一甩当中 那雷球轰鸣间直奔天空结云 刹那碰触 轰轰巨响在这一瞬间惊天动地 那结云骤然崩溃 没有丝毫的挺顿 四分五裂 使得天空的阴暗 在一刹那消散 玄节三次次次崩溃 数千里外的那十多个 绿魔舟修士 他们看不到王林 但却可以感受到 这三次玄节的度过 简单的让人无法置信 虽说这头三次玄节 威力寻常 修士当中 但凡有勇气冲击这玄节中 大都可以度过 但也需要耗费极大的势力 方可在那三次连结中走出 换来元神暴增一倍的造化 只是能如此简单就度过之人 却是太过少见了 定是绿魔大人 否则的话 旁人绝难如此啊 绿魔大人的修为 当年经历过这样的玄节 所以这一次再面临 方才如此从容啊 那十多个修士 眼中露出恭敬 看着数千里内 玄节之地 等待他们的绿魔大人 不久之后地走出 王林坐在那些尾上 望着天空 之前的三次玄节 让他有些失望 如今便等着 第四次玄节的到来 看看这第四次的玄节 是否璀璨 楼台关那一场 玄节的刹那方华 不是言语 而是要去做到 王林便是以他的从容 去看那玄节的美丽 第四次 会是什么样的玄节呢 王林喝了一口酒 就在这时 突然那平静的天空中 立刻出现了 无数的波纹 在这波纹回荡当中 天空看上去如同水面 泛起了大量的涟漪 在那涟漪中 一股微压骤然散出 笼绕四周的同时 使得下方大地一阵间 一个约千丈大小 极为庞大的仓谷 缓缓地从天空中 凝聚降临下来 那仓谷双面 不知是何物组成 此刻降临当中 没有传出任何的声息 但却有一股 沧桑的感觉 弥漫在四周 在这股出现的一刻 王林拿着酒壶 凝神看去 有点意思 他喃喃当中 双目有金光一闪而过 与此同时 那千丈大鼓 漠然间好似有无形之力 碰触骨面 传出了一声 闷闷的轰天之音 那鼓音咚咚 掀起无数回音 在这一刹那 仿若是有无数人 在各个方向敲打鞠鼓 化作了一片阴浪 在那鼓声回荡的瞬间 王林全身的血肉 骨头 还有其经脉 均都是默然一颤 他清晰地感受到 这弥漫天地的鼓音 竟然不是从那鼓面传出 而是赫然从自己的身体内扩散 这一幕让王林眼中 金光更浓了 体内鼓声一起肩 阵阵苏扬的感觉 立刻浮现在王林的心头 他的身体 在这一刹那 被体内突然出现的鼓音 真的是无法动弹 就在这时 在王林体内的鼓声散开中 这天空间 在那巨骨外围 立刻有大量的雾气 凭空凝卷而来 赫然化作了一把巨大的雾剑 这剑通体虚幻 好似不存在一样 但在出现的一瞬间 却是有一股滔天的煞气 骤然而起 弥漫在此物件内 随着此剑抬起那煞气更浓 缭绕间赫然是引动此剑 直奔王林 从王林头顶向下 漠然一展 这一剑 斩的不是王林的身体 也不是王林的原神与魂 而是斩他身体当中 原神魂魄与肉身的联系 一旦此剑落下 就可以让王林的原神魂魄与肉身 彻底分裂开来 而且永远也无法进行融合 这斩断的除了联系之外 还有其体内的血脉牵引 使得神身完全在此后 水火不容 使得魂魄藏于原神 被迫离体而出 这就是那三节中第一节 斩离节 那大鼓是引动这那三节的关键 此鼓一出表示着那三节 就此展开 此节诡异 古王金来在这一节当中 失败的修饰太多太多 一旦神身分离 肉身会在那鼓声当中崩溃 元神与魂魄 更是会在那鼓声当中烟消云散 那雾剑无声 但其上煞气呼啸 缭绕雾剑 远远一看 如同冒起了滚滚黑烟一般 直奔亡灵 轰轰而来 无数年中 这样的一剑 曾斩断了诸多欲闯 这玄节踏入空节的大能之北 使得他们纷纷被此剑斩断了原神魂魄与肉身的联系 如今这一剑再现 斩向王林 王林不知道 也不需要去知道 那些度过了这一节的修饰往往是准备了很久的时间后 方才感度着那三节 而且大都是一次一次度过 小心翼当中带着忌惮 寻找那生机所在 此刻 鼓声震动王林体内的血肉骨脉 要限制王林的身体 但却禁锢不了王林的心跳 他不知晓别人如何去度这一节 但他有自己的方法 此刻心跳当中 那砰砰砰砰的声音 于刹那间骤然加速 化作心动雷音 在其体内轰然传开 与那鼓声碰触的瞬间 王林被限制的身体 立刻就有了活动之力 在其可以活动的瞬间 在那缭绕煞气的物件 斩来的一刹那 王林神色从容 其右手九弧松开间 默然抬起 掌心那一众刺痛 却见一把骨壮阴刀 赫然蔓延而出 那阴刀散发出的滔天寒气 如把这天地化作了一片阴森地狱 来得好 王林长孝当中根本就不起身 而是右手握着那阴骨刀 向着那斩来的物件 默然一刀横散而去 刀剑刹那碰撞 发出了阵阵惊天之声 那物件剧烈地颤抖 直接裂开了无数缝隙之后 轰然崩溃 其上的煞气丝不甘后退 正要在碎剑时冲出 吞下王林的瞬间 王林猛地抬头身体内 与刹那间爆发出了远远超过 这物件煞气的杀机气息 这气息冲天而去 赫然超过了那煞气数倍之多 那煞气四有零 骤然崩溃倒卷之下 不敢面对王林的杀机 积极消散 这内三劫中的第一劫 斩离劫 就此崩溃 在其散开的瞬间 却见那天空上的大鼓 轰然散发出了第二声惊天鼓音 这鼓音比之前还要剧烈 数倍不止 引动天地层层阴浪 轰鸣回旋 弥漫了数千里之后 更是遥遥扩散 如同天地战鼓 发起了一次毁灭号角 在这鼓音传出的刹那 王林的身体第一次站起 其左手一抓 就把那之前松开的酒壶抓住 放在嘴边喝下一口的同时 其身一晃 直奔天空而去 毁阙此古 再看玄解 几方华 王林身影月空而起 在那歇庙之上 向着那天空中层层波纹内的千丈大鼓 击齿而去 极右手鼓音刀散发凌厉的寒气 那寒气散开当中 似可以冰封一切与天地不容 鼓声回旋 在王林体内 鼓脉之间震动的同时 更是在那天空上的千丈大鼓四周 波纹内随着鼓声 立刻有无数虚影幻化而出 那每个虚影都是穿着红色的铠甲 如同血色鲜冰一样 成百上千出现之后 带着浓浓的煞气直奔忙眼来 这就是那三节中的第二节 血影节 此节所化血影 每一个都拥有不弱于空悬的修为 更是不死不灭 即便是摧毁了 也会立刻从波纹内再次凝聚诞生而出 无边无尽 循环之下成为了肚子节之人 可怕的噩梦 最重要的是 这近千个血影 没死亡一次后 修为都会增强一些 拖延的时间越久 他们就越强大 生生的可以将肚节者 抹灭 寻常修士在这那三节当中 还有连续度过者 打都是好不容易度过了斩离节后 立刻强行退出宣节 等若干年之后 准备充足之时 再来度这血影节 此节的可怕在于 无法毁灭 能度过者 不多 亡灵不知晓别人是如何度过这个血影节的 但是他有自己的方法 在这近千血影出现的瞬间 亡灵身在半空 双目骤然间爆发出滔天的金光 更是有一股惊天的威严 如同天威一般 从他的双目内赫然扩散而出 在这金光之下 亡灵的双目散发出一股镇压之力 这一股镇压之力 无与伦比 是由那绿跑捞者 以仙极剑碎片融合之后 变化而出的 之前 连那些魂都要被亡灵这目光镇压 更不用说这那三节变化出的血影了 只见亡灵在半空目光横扫 即目光锁过之处 但凡被他看到的血影 齐齐一颤 赫然停在了半空 神色露出恐惧 他们每一个血影 都是在这一瞬间 感觉仿若有天威降临 那天威化作了一把金色的剑 呼啸间 无形地轰入他们的身体中 自若他们再走出半步 就立刻会被无情地摧毁 滚回去 亡灵站在半空目光扫过的同时 口中传出冰冷的声音 其声音不大 可落在那近千血影的体内 却是如同天威怒吼 让他们一个个剧烈颤抖中 下意识地急急后退 他们是那三节虚幻而出 没有拥有太多的神志 但却拥有本能 他们本能地恐惧亡灵这目光 此刻后退间 刹那就倒卷数百丈 一个个重新与波纹融合 消失不见 古往今来 肚子结者用过各种方式 但如亡灵这样 根本就没有出手 只是一道目光 一句话就让这血影节 自行崩溃 不敢上前者却是从未有过 在那些血影一一消散的刹那 亡灵身子如同长虹呼啸而起 直奔那天空中的千丈大鼓而去 此鼓通体一阵当中 正要散出那第三声鼓音 但还没等他被敲动 亡灵已然临近 右手鼓音刀抬起 于瞬息间向着那大鼓 漠然一展 这一展的刹那 亡灵身后五行真身 骤然幻化 其身有重叠之影 同样抬起右手 鼓音刀幻化 一连化作三影 紧随亡灵之后 轰然落下 在亡灵的阴刀 斩在那大鼓上的刹那 第三声鼓音咚咚而起 只不过这鼓音出现之后 却是被那阴刀的呼啸 与斩下间的轰鸣 完全取代 听不到半点 一刀横扫间 亡灵身后五行真身 同样是三刀而来 落在那大鼓之上 这一幕远远一看 仿若有四把开天之刀 以斩灭天地的气势 轰然落在这虚幻的大鼓之上 轰鸣之声 在这一刹那 化作了无尽的鼓音 惊天动地而起的瞬间 那大鼓从中间 骤然出现了裂缝 轰轰崩溃 四分五裂当中 此鼓化作无数碎片道卷 向着四周掀起了一层 狂风大浪 呼啸扩散 内三劫的第三劫 还没有显入出来 就已然被亡灵这一刀 崩溃了这内三劫的根本 连续度过了六次宣节 亡灵身色满满有了凝重 不再是如之前那般轻松 这内三劫明显要比 之前的外三劫 要强大数倍不止 已然需要亡灵动用 镇压目光与鼓音刀 按照这样的分析 那么最后三劫将会远远超过 这内三劫 成为阻拦修士 成为空阶大尊的沟壑 身子飘然而落 踏在那些尾上 亡灵右手的鼓音刀 慢慢的缩回血肉之间 不见踪影 他抬头看着天空 等待那最后的三次宣节到来 在亡灵的身体内 那绿袍捞着 除了给予亡灵天微镇压目光 以及那阴刀 还有那坚韧的身躯外 还给了亡灵一条 以先祖发丝凝聚而出的经脉 这条经脉 可以使得亡灵在某种程度上 鲜骨铜体 那发丝蕴含了 浓郁至极的仙气 可以替代成为 亡灵的仙族血脉 虽说这发丝 无法真正的做到 使得亡灵完美的仙骨同意 但却也能起到一定的作用 最起码 可以让亡灵此刻 在呼吸当中 体内这条发丝组成的经脉 流转起了精纯的仙力 这股仙力 可以让亡灵动用一件 它在洞服剑内 几乎无敌一样的法宝 此法宝一出 可威胁真正的空结 出其修饰 此刻亡灵沉默地 看着天空一动不动 天空阴暗云层消散 但在片刻之后 却是有一片幽光 从那天幕内隐隐散出 这幽光透出一股 诡异的感觉 在出现之后 与天空中凝聚成了一个巨大的印记符文 这符文样子看起来如同一个鬼脸 但却散发出一种如同规则一般的气息 似它的存在 是这天地运转的一部分 王林双目瞳孔一缩盯着那符文 此符文在出现的一刹那 给了王林一股若隐若现的危机 但他却寻找不到 这股危机 到底以何种方式显露 这就是第七节 王林皱起眉头 冷横一声 正要挥散这符文 他忽然间 他神色默然一变 他清晰地察觉到 自己体内的元神 有些不对劲 他的元神原本是极为饱满 在体内盘膝运转 但此刻却是在他的元神上 出现了萎靡的迹象 元神枯萎若想拖延下去 必须要吞噬大量的天地之力来补充 时间紧迫 王林双目一闪 张口猛地一息间 这四周天地之力骤然而动 但却无法被王林吞噬 这数千里内 已然被这玄节的威压弥漫 笼罩当中外人无法进来 同样的 就连天地之力也都如此 第二息悠然而来 王林体内的元神枯萎 更为严重 好一个第七节 王林猛地抬头 身子一晃间直奔天空 那幽光符文印记而去 其右手默然抬起 在刹那临近的同时一拳轰出 这一拳动 王林身后顿时出现了道骨虚影 随之一拳轰天而去 但这道骨一拳 却是在落于那幽色符文印记的刹那 直接从其内穿透 竟然无法伤到那符文半点 仿佛此符文是一个虚幻之影 能看到 但却无法碰触一样 这一拳当中第三息来临 王林体内的元神再次枯萎 如今已然近乎枯萎了一半 王林神色立刻阴沉起来 这第七节为魂三节中的第一节 此节名为十息枯神节 死在此节下的修饰 无数年来极多 在这枯神当中 元神在第七息内 完全枯萎而死 形神拒命而亡 此节诡异莫测 无声无息间 杀人与无形 极为可怕 那天空的符文 便是此节的关键 但是这符文却是无法被毁灭 它会一直存在 直至修饰死亡的一刻 方会消散 王林盯着天空的符文脑子里 念头急速转动 倒是小看了这玄节 此节很有意思 竟然让我元神枯萎 而且此地数千里被笼罩 天地之力无法吸收补充 那只有这么办 王林双目一闪 这数千里内 它吸收不到天地之力 但同样在这数千里内 还有一团精纯至极的天地之力存在 那就是 蝎魂 不加思索 王林身子一晃 在那第四溪来临的刹那 双手默然抬起 身子一动间 其双手立刻按在了这蝎庙之上 那蝎庙轰然一阵当中 王林双手如同蕴含了强大的吸扯之力 猛的一息间 却见那蝎庙内立刻传出了一声凄厉的嘶吼 在第五溪临近的同时 蝎庙上散发出了一片魂雾 那雾直奔王林双手化作天地之力 被它疯狂的吸入体内 那蝎子分魂之前被王林斩成了六份 它吸收了四份冲击空拳 余下的两份则是融入蝎庙内隐藏起来 若是换了平常知识 王林很难找到 但如今它秀为暴增的同时 更是吸收了那蝎魂的四份气息 如此一来气息相隐之下 立刻就从这蝎庙内吸扯出了那余下的两份蝎魂